哈囉我是烏龜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兩場由打鬼 他所帶來的12本三星進攻 第一場他用的部隊配置是天女礦工 打鬼他先在靠近3點外側的地方下出了天女 這邊下了一顆氣球 幫忙先探一下空中陷阱 後面才跟上了老頭 那這顆氣球是非常的超值 他探出來非常多的空中陷阱 包含一顆黑色空中炸彈 然後再靠近4點的地方 繼續再下出氣球來幫忙探一下有沒有空中的陷阱 對方在靠近3點的這一側 藏了非常多的電塔在這邊 所以女王很快的就殘血了 在這邊下一罐狂暴法術 把女王救回來了之後 打鬼從4點外側的地方下出了工程車 現在將對方的城堡援軍引出來 在這邊下一罐毒藥法術 在4點外側還有幾棟建築物是沒有清掉的 打鬼現在下出了一隻法師 希望可以把他們清乾淨一點 但是看起來可能還是來不及 天女除了要打4點這邊的建築物之外 還要處理對方援軍 所以根本沒有辦法跟上工程車的腳步 工程車上面裝著的藍胖一下車之後 就幾乎是直接被秒掉了 只來得及打掉對方的大雕而已 現在我們的女王終究還是跟了進來 但是她還要面對對方的大本營 還有單體火塔以及對方的女王 到底能不能殺到女王呢 這個女王的位置很深啊 幾乎是在靠近9點的這一側了 現在繼續下狂暴法術給我們的天女 然後我們的女王被單體火塔黏上的時候 掀開老頭的無敵技能 接著在無敵技能失效之後再開女王的技能 然後把對方的單體火塔 大本營還有對方的女王 通通都解決掉了 哇這一連串的操作真的是非常的冷靜 也非常精彩 順利的讓前夕部隊解決掉了援軍 處理掉了對方的雙王 並且還帶走了對方的大雕 還有兩座火塔 接著礦工部隊就準備要進場了 礦工部隊是從12點到2點一整個面的下進來 蠻王則是執行他的固定任務 也就是輕調比較靠近陣型外側的建築物 避免我們的礦工挖著挖著就往陣型的外側繞出去了 而在我們的女王死掉之後 活下來的天使換手先來跑去幫礦工部隊補血 這一點是非常不錯的 因為現在對方的剩下來四座防空火箭 都離我們的天使有點距離 所以天使一邊幫我們的礦工部隊補血的話 我們手上的這些補血法術就不用急著丟了 目前看起來礦工部隊是分成了兩批 有一批礦工部隊在靠近9點的這一側 是沒有受到天使的保護 所以在這邊丟了補血法術來保護他們 那另外一批礦工部隊在靠近7點內側的這個地方 其實應該是不用丟這罐補血法術 他們也可以順利存活下來的 因為現在對方所有的防空火箭 已經通通都被拆掉了 而我們的天使還是有活下來 繼續幫礦工部隊補血的 所以照理來說 這群礦工部隊應該會是安全的 現在把剩下來的所有防禦建築物拆掉了之後 我們的礦工就可以來幫忙收尾了 不得不說打鬼玩天女礦工真的已經完成金了 尤其是他的前夕部隊 總是能夠用最精簡的部隊達成所有的任務 然後最後讓礦工部隊拿下三星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進攻 第二場進攻打鬼用的部隊配置一樣是天女礦工 這個陣型的城堡擺放位置 是可以直接將對方的城堡援軍引出來的 打鬼他用了一隻胖子 將對方的援軍引出來之後 在靠近9點的地方下出了天女 準備要在這一側用天女來處理掉對方的城堡援軍 那他帶的毒藥只有一罐 對方的城堡援軍當中有兩隻女巫走在隊伍的最後方 這關毒藥法術丟下去之後 必須要小心的看著對方的這兩隻女巫 有沒有辦法順利的走進毒藥法術的範圍之內 讓我們的天女處理掉 否則如果毒藥法術失效了 這兩隻女巫還沒有打掉的話 很有可能我們的女王就要被迫開技能了 結果是在毒藥法術失效之後 剛剛好處理掉了對方的這兩隻女巫 沒有浪費掉女王的技能 也沒有丟狂暴法術 接下來觀察一下天女的走向 是會往上走還是會往下走 等到天女打掉這座水庫了之後 應該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好再丟一罐狂暴法術 現在女王是往下走的 所以在靠近7點的這一側 打鬼她下出的工程車 準備要一路撞進去了 這應該就是打鬼她預測的路線 因為這個路線打進去 就可以處理掉對方的女王 還有對方的大雕 這邊有一點小小的狀況 我們的車子開太快了 天女還沒有及時跟上來 所以車子在還沒有打破第二層城牆之前 就已經解體了 所以在這邊必須要再破一層牆進去 才有辦法打到對方的大雕 在這裡打鬼她是完全不遲疑 繼續的再丟狂暴法術 讓我們的藍胖進去 將對方的大雕處理掉 那我們的前戲任務就算是達成了 處理掉的緣軍、女王還有大雕 接下來礦工部隊就準備要出場了 礦工部隊要進場之前 先下的蠻王 再靠近5點鐘外側的位置 將外圍的建築物清掉 然後礦工是從大約4、5點的地方下進來 現在正行中間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對方的這個大本營 擺放的位置非常的不理想 我們的女王可以直接站在城牆外面 就將大本營打爆 而且大本營的自爆傷害 還完全沒有辦法對我們的女王起到作用 所以這個大本營擺放的位置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礦工部隊 礦工從4、5點的地方下進來之後 他們的路線是非常的明確 會一路逆時針的往上走到靠近12點鐘的位置 最後會結束在大約10點鐘的地方 至於蠻王則是繼續進行相同任務 也就是清掉陣型外側的建築物 在蠻王執行這項任務的時候 他的速度是不能走得比礦工還要慢的 如果蠻王走得比礦工還要慢 那他就沒有辦法有效的阻止礦工往陣型的外側繞出去了 所以在必要的時候 蠻王是需要開技能 加快清掉外側建築物的速度的 那這場進攻打鬼他也是完全沒有手軟 在靠近尾聲的時候 他直接開了老頭的技能 還有女王技能 加快收尾的速度 直接拿下這個12本的三星 非常精彩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兩場 由打鬼他所帶來的12本天女礦工三星進攻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我們的部落現在一個禮拜打兩次部落戰 如果你也是對CLC與部落戰有熱情的玩家 歡迎9本以上的活躍玩家們 可以加入我們一起並肩作戰一起同樂 現在加入我們的部落必須要輸入通關密語 通關密語可以到我們的部落網頁上查詢 我們下次見 掰掰